有人说呢 师父啊 为什么说你要出家 当然是为了安乐嘛 难道说我出家是为了痛苦啊 这个道理呢 我们讲是相通的嘛 说起来呢 我能够入佛门啊 也是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算是非常有缘的 因为那一天呢 正好呢 是佛诞日 各位要不要听故事 哇 这你们都很八卦呢 都要听这种的 说起来呢 虽然感恩呢 我这一生呢 能够遇到佛法 遇到阿弥陀佛 有些呢 在道场共修比较久的莲友 可能都知道说呢 我以前呢 是读过呢 这个医学系呢 跟法律系的 但其实呢 在这个事前呢 其实呢 我是不大会读书的 在学校的成绩呢 是算是比较掉车尾的 这讲起来呢 可能大家都还不相信 不过呢 真的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呢 大概呢 是二十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呢 是没有学佛啊 糊里糊涂的时期 跟一般的青少年呢 是一样的 开始上中学的时候啊 青少年啊 青少年会经历什么啊 各位 叛逆期啊 哦 叛逆期啊 你们都知道啊 多少少有小孩的都会知道 我也是一样啊 那个时候啊 才十多岁啊 经历叛逆期啊 又跟学校的同学啊 就是呢 玩在一起 当然我们讲啊 就是少不了啊 五一六成啊 吃喝玩乐啦 记得呢 那段时期啊 常常呢 就是玩游戏 而且呢 一玩呢 就是呢 玩到天亮的 不用睡觉的哦 读书没有两下子呢 就打瞌睡了 但是玩游戏啊 可以玩到天亮的 那个时候啊 是呢 电脑呢 跟上网啊 慢慢呢盛行 不像现在一样 那时候呢 刚刚慢慢起来 所以整天呢 就是跟朋友啊 玩这个所谓的电脑游戏 那父母当时呢 问我在做什么 我就说呢 我在做功课 哇 这就厉害了哦 但是各位也只是包不住火的哦 天天呢 读书呢 做功课 结果考试呢 又不及格 哈哈 成绩呢 还排到最后 我当时呢 还记得说呢 我是呢 排到啊 最后第二名的 跟最后第一名啊 也差不了几分而已啊 那不对劲啊 哎 这傻瓜都知道呢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以呢 跟父母吵架啦 那什么的 就更不用讲了 一个星期啊 有一两天不对励 不吵架 算是很好了 说什么道理呢 都没有用 去什么补习班啊 也是拉不回来的啦 那听到这里呢 要生孩子的脸 有可能听到都怕了 是啊 各位 说婆世界的孩子是很有来历的 那段呢 青少年的时期呢 可以说呢 就是这样 还记得呢 当时呢 把所有的游戏啊 可以说都玩了一遍了 什么电影啊 娱乐节目呢 通通都看了 什么游戏呢 什么节目啊 就是天天玩呢 天天看 但是呢 玩到最后啊 到了后期啊 好像呢 越玩越不对劲 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开始感觉到呢 有莫名其妙的这所谓的空虚感 这种感觉呢 就是呢 不知道呢 是怎么说 就是感觉呢 非常的奇怪 就像玩游戏啊 就是呢 一直玩 一直闯关 那玩游戏呢 总是有玩完的时候嘛 那到最后结束 突然感到呢 好像呢 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空虚感 一开始呢 可能还不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玩了几十遍啊 玩了上百遍 不管玩了什么游戏呢 到最后呢 还是呢 一样 那在结束的时候 电脑关起来的时候啊 好像呢 什么都没有剩的感觉 明明呢 玩了很久啊 玩了一整天 但是呢 最后心里呢 竟然感到很空虚 空荡荡的 就算呢 这一款呢 游戏玩完啊 再玩下一个游戏呢 也是一样 本来以为说呢 玩新的游戏呢 会刺激到自己 但是呢 这种呢 落寞的感受啊 开始变得比较强烈 甚至有时候呢 新的游戏还没有玩完呢 玩到一半啊 但想到说呢 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 顿时也感到呢 不是很开心了 明明玩游戏呢 是为了开心 但是现在呢 没有这么开心了 所以佛说呢 三界有欲望的众生呢 有受有苦啊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呢 用欲望呢 来填满自己的内心 有时候呢 是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 不过那个时候呢 并不知道呢 这个佛法 所以还是继续呢 过这种啊 我们讲啊 最深梦时的这种生活 学校的时候呢 也是读不好 跟朋友 同学啊 父母相处呢 也常常起冲突 那现在呢 还变成玩游戏啊 也不是很开心了 生活顿时呢 变得好像比较没有方向 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呢 才13到15岁之间而已 那从小到大呢 当时呢 不管呢 是接触到学校也好 社团也好 同学也好 亲戚朋友也好 基本上没有一个呢 是曾经接触过佛法的 家里呢 也没有呢 所谓啊 学佛的气氛 那比较幸运的是 那个时候呢 家里啊 只有哥哥一位啊 是曾经接触过佛法 哥哥呢 比我年长呢 很多岁 也只有他呢 接触过佛法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啊 就是我看完戏 玩完游戏 他就听佛经听开示 电脑呢 就是流流着用 我也不管呢 他做什么 反正呢 就是各玩各的就对了 只是呢 在很多偶然的机会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呢 我把呢 很多的电影啊 都看了一遍 看到啊 几乎呢 没有新的东西呢 再可以看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常常呢 就是吃饭啊 看戏嘛 各位有没有吃饭的时候看戏 这是很多现代人的这种坏毛病啊 一吃饭啊 就是呢 想要看戏 但是你天天看啊 还是会看完 还是会看腻啊 每个电影啊 如果看了十遍以上啊 基本上啊 我们看了都腻了 结果呢 那个时候呢 正好呢 就是看到啊 这个呢 电脑的旁边啊 有讲佛法的光碟 就是哥哥的嘛 结果就很好奇心 反正没有东西看了 就看一看的不同的 结果一看下去呢 那就不得了了 好 大家一开始呢 也不是呢 看得很懂 但是又天天吃饭的时候啊 每天呢 就看一点看一点 那才发现说 原来人生啊 还有呢 另外一种啊 不一样的生活的 本来以为说呢 人呢 就是呢 吃而玩乐啊 这样子走下去 但是没有想到说呢 还有佛法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开始有了 人生是苦啊 人生无常啊 众因得因 众果得果 念佛有阿弥陀佛保佑啊 这种种种的观念呢 出现 博一开始呢 是满头问号啦 就怀疑说 这样子念佛也可以嘛 各位是不是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会怀疑啊 难道说一开始接触啊 马上就有信受啊 这个通常很少的啦 所以呢 都是呢 半信半疑的 但是想到说呢 不如呢 我们试试看呢 落实看看如何 看看生活呢 会不会呢 这个开心一点 会不会说呢 真的呢 会出现呢 所谓的福报 反正都没吃亏嘛 是不是各位 学佛念佛吃不吃亏 会不会要我们的命 不会嘛 既然不会的话呢 那呢 我们呢 就可以试试看落实嘛 不过那时候呢 学佛呢 都是很浅的 所以看东西呢 都是从身旁啊 小小的事情呢 开始下手 就是呢 一边做一点点啊 就一边念佛 但是呢 还是很感恩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过后呢 这些小生活的改变啊 让我确实感到呢 佛法的力量 从原本呢 比较呢 我们说呢 无聊啊 空虚的人生啊 觉得比较心安理得 本来以为呢 要玩啊 才会快乐啊 现在觉得说不玩呢 也不见得说是不快乐的 反正呢 少一点欲望呢 搞不好呢 生活呢 更加充实 跟人互动也是 开始呢 会替人家着想啊 那冲突呢 就没有变得像以前这么多了 直到呢 佛法呢 后来呢 越看越多 念佛越来越多的时候啊 比较明显的是 这时候啊 头脑啊 变得好像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晰了 看书啊 也看得呢 比较懂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以前读书好像觉得说呢 非常的难啊 都看不懂 而且呢 一看呢 就是要开始打瞌睡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啊 学佛念佛以后啊 就发现到 书里面讲的事情啊 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了 好像真的可以懂 不过那个时候啊 差不多清醒的时候呢 都要接近了这个大考了 那个时候呢 已经呢 是17岁 各位知道马来西亚17岁是要考什么吗 哦 你们都知道齁 就大考SPM嘛 那时候呢 到这个年尾大考的时间啊 都剩下呢 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那时候我就想啊 那不然说呢 我们试试看好了 既然佛说啊 动众善营啊 就得善果啊 那我就读读看一次 我就彻底投入看看 记得那个时候呢 比较直接的是 我一次呢 把所有家里面的游戏电影 那些光碟 以前都是那种啊 一套一套的DVD嘛 就不知道呢 埋了多少喝 几年以来的 全部非常多 通通呢 直接全部给他丢掉 叫垃圾车呢 把他呢 给载走 因为想到说呢 既然要做啊 我们就做的绝一点 全部呢 都放掉啊 开始呢 追这个功课 要把这么多年啊 读到乱七八糟的书啊 通通呢整理起来读 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是一早呢 就已经报考啊 写一个科目 那时候是理科生嘛 就学科学术写的 但是呢 也有报考呢 这个会计呢 跟算账 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当时呢 选这么多科目 又不是成绩很好 可能是之前呢 跟这个同学呢 一起选的 同学选什么 我就跟他一起选 也不懂是选了什么鬼啦 那以前呢 读书啊 是读到乱七八糟 也不是看得很懂 不过呢 学佛念佛以后啊 确实呢 看书的时候啊 是看得呢 比较清楚了 这头脑呢 好像呢 被打通一样 很多书里面讲的道理呢 好像呢 能够抓到啊 其中的道理 那个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补习班 相信马来西亚的父母都一定能够了解的 你就一直呢 喜欢给这个孩子补习 是不是 各位家长 敢做不敢认 是啊 大父母的都是这样子啊 我那个时候也是受害者啊 就是呢 学校下课以后啊 一直补习就对了 那因为呢 过后呢 是想到说自己要读书 也自己比较能够看得清楚啊 书里面讲的这个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下定决心啊 把很多补习班呢给停掉 我就跟我父母说呢 我不要再补习了 我要自己读 既然呢 我自己看得懂啊 那我就自己来读 不过那时候呢 下定这个决心呢 也是呢 有点怕怕的 我的父母啊 尤其他们更怕 都不知道说呢 这样子行不行的 因为同学 亲戚朋友好像都是上补习 都上到很厉害啊 我就自己读 好像也没有听说过呢 可以自己读的 但那时候时间真的剩不多了 真的需要时间呢 自己呢 去温习啊 自己去看书研究 谁一个科目啊 要在这么多 这么少的时间 几个月要追起来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呢 觉得说自己好像看得懂啊 那就不管啊 我就先试试看啊 不过那段时间呢 忙归忙啊 还是呢 不会把佛法呢给忘掉 有时间呢 就是看佛书 就是念佛 虽然说呢 也没有呢 念得很多 毕竟还是青少年而已 但是呢 有在念呢 就是 那那段时间啊 就开始经历小考啊 中考啊 玉考啊 一路就追上去 其实也没有说呢 一开始也没有说 每一科都很好 因为呢 时间真的不够 但至少呢 是看到迹象了 就是明显的有上来了 但是呢 到了大考之前呢 其实呢 成绩都还是很普通 没有特别的闲艳 只不过呢 每一科啊 至少已经超过啊 就及格线了 不会说呢 再不及格了 哦 感觉说呢 是捉到呢 这个方向了 那既然这个方向可以的话呢 我脑子就一直冲了 就一直冲到大考为止了 那考完了呢 其实那个时候啊 还真的有一种呢 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也不知道说呢 自己呢 到底呢 是考得如何的 因为讲考不好嘛 我也不是说完全不会 那如果说很好嘛 我又没有考过很好的经验哦 但是呢 就不管了 反正考了就算了 交给阿弥陀佛了 那各位还记得以前17岁哈 考完大考等成绩的时候 是要做什么吗 哦 当兵哈 还记得哈 记不记得那时候呢 是需要年轻人去当兵三个月的事情 三四十岁的人哈 应该还有这方面的这个印象 如果有孩子的应该也还会记得 我那时候呢 刚好呢 就被选到去当兵了 那段时间呢 虽然说一般年轻人呢 是很讨厌 那对我来说呢 确实是非常感恩的 因为当兵的三个月啊 我几乎呢 天天呢 都看佛书呢 跟念佛 当兵的时候就天天跟他看个念佛就对了 只要有时间呢 我就是念佛 之前呢 我在家里呢 看佛书的时候啊 还要被父母念哈 因为那时候父母呢 也没有学佛 觉得说这个孩子天天看佛书呢 也怪怪的 那在之前呢 功课呢 也一直很多 所以没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正好呢 当兵呢 这个三个月啊 考试也考完啦 大人也不在啦 就天天看 天天念佛 虽然呢 在同学眼中呢 是非常奇怪啦 因为那个时候才18岁啊 18岁的年轻人啊 都是在玩的 那只有一个呢 是看佛书呢 跟念佛 不过呢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啊 感受到呢 身心都投入啊 学佛念佛的那一种呢 舒服 那个时期呢 也是第一次啊 看这么多佛书啊 跟念这么多的佛的 真的所谓啊 我们讲啊 是法喜充满的 所以呢 是很感恩那段时间啊 当兵的时期 就这样啊 不知不觉呢 三个月的时间呢 就过去了 学校成绩放榜的时间呢 也快要到了 不过那时候呢 就是比较迷恋时间的东西啦 心里有点小心思 因为想到说呢 这个呢 考试成绩要出来啦 所以呢 我就跟阿弥陀佛说啦 阿弥陀佛啊 如果你这一次喔 可以保佑我喔 考得不错的话喔 我以后呢 就帮你做事好了 其实喔 要帮阿弥陀佛做事 也不是看成绩的嘛 只是那时候小孩子都不懂事 不过有时候小孩子发愿喔 还真的会发生啦 你看我现在真的被阿弥陀佛 万阿弥陀佛做事啦 我那时候我是心里没有底啦 真的能够考到成绩好吗 因为我以前就不是那种啊 一直很厉害读书的学生嘛 但想到说呢 至少呢 能够顺利过关呢 就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啊 那时候呢 成绩呢 一放出来 基本上我都吓了一跳喔 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结果嘛 那时候啊 我十一课啊 全部都打满的 还记得呢 我那时候读书时期有一个口号 叫Street A1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好 现在可能成绩呢 比较不同了 那时候成绩呢 是A1 A2 B3 B4 这样子来分的 就是ABCD上下来分 那A1的成绩呢 是我们一般同学啊 都是比较不敢想的 因为那个是最高的 我们身旁的人啊 基本上都没有人考过这样子的成绩 那全部A1呢 就更不用讲了 全部A1 那我们讲啊 是放在礼堂上啊 那些传奇毕业生呢 才会有的成绩 结果没有想到啊 那时候成绩呢 竟然十一课呢 全部都拿A1了 全部都拿满了 不过那时候呢 其实呢 我是感到很惊讶 其实父母啊 更是惊讶 我同学呢 更不用讲 因为根本是想不到的 不要讲小工道 我们连梦都梦不到 那记得到时到学校呢 我还背记叫去呢 这个校长室 记得当天呢 我们都是到学校的礼堂 去准备呢 拿成绩单的 全部同学呢 都到这个礼堂 结果呢 老师找来找去啊 都找不到呢 我的名字 后来呢 一个老师说呢 是因为呢 是校长的要找我 哇 以为说校长找我呢 要出事了 结果没有想到啊 是出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比较特别的生气啊 校长要特别表扬嘛 那谁也想到说 以前呢 是班上啊 倒数第二啊 考过不及格啊 最后竟然能够拿满的呢 各位你要知道啊 中学时期啊 没有一次是拿满的 就是最后一次大考拿满而已 所以以前常说 最后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 你过去人生啊都不要紧啊 人生就圆满了 就好像说你大考考满的时候 你过去不及格啊 就没有人记得的 是不是 其实呢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想说可能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吧 看看这个世界 因为过后呢 我就得到呢 很多的奖学金 各式各样啊 什么鬼的奖学金都拿到了 其中呢 还包括呢 政府提供全额的 全不免费的奖学金 因为本来以为说马来西亚的华人 就算成绩好呢 也是很难得到政府的奖学金的 各位应该知道啊 因为每次放榜的时候啊 很多华人呢 都是得不到就算成绩好也好 所以只能说呢 我是非常的幸运 或许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吧 我就得到了 当然因为呢 是家族的一种期待吧 所以大家都期盼说呢 我能够在这个学业上啊 出人头地 加上那个时候呢 我们是很热学的学佛的青年 一心呢 就是想救人 所以呢 就选择呢 最难得的医学的奖学金 就是要当医生 这个医学啊 奖学金啊 全能的奖学金呢 是全国最少的 所以能够拿到呢 也是比较幸运 那个时候呢 是正好呢 被这个政府选到啊 去印度啊 当地呢 读最好的这个医学大学 所以呢 就跟马来西亚各地呢 被选中的这个学生 华人也有啦 原住民也有啊 印度人等等的 大家都是来自各地的学校啊 都是非常优秀啊 就一起呢 到这个印度呢 读书 那本来以为说考大考的成绩啊 只是碰巧 不过呢 一路读上去啊 不管过后呢 读哪个科系啊 书呢 真的变得呢 我是很难懂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后来呢 成绩呢 也没有再掉过啊 几乎呢 都是拿全满的 那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也顺便呢 就成立了佛学社了 既然学佛呢 我就在大学成立佛学社 因为那个时候呢 学校呢 并没有呢 这个佛教团体 同学呢 一方面呢 看到我呢 是比较奇特 因为我是一有空啊 就是看佛术跟念佛的 一方面呢 我也觉得说呢 他们也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次呢 我主办 我就申请呢 在学校啊 做这个佛学社 也是担任呢 当时啊 第一届佛学社的主席啦 只是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呢 我们所有的同学啊 都是读医学系啊 跟这个牙科系的 我们是牙医跟医学系啊 是一起的 那个时候呢 我还组团呢 到这个当地的附近的佛教道场 那佛教道场的这个主办人啊 负责人呢 也感到呢 比较特别 因为呢 从来呢 没有这么多呢 读医协议的大学生呢 来到道场的 这些同学啊 现在呢 都应该在各地啊 当这个医生啊 他们当了医师啊 那我就成为了法师了 这转折点呢 其实呢 就在呢 读医协议的那段时期了 因为那段时间呢 上大学啊 先生年纪呢 慢慢呢 长大了 思维呢 也开始慢慢呢 成熟了 加上呢 佛法呢 越看越多 也常常看呢 古大德啊 高僧大德的这种传记 就开始想到说 哇 如果佛法这么好 如果有一天呢 真能够出家的话呢 那应该会真的很幸福 开始呢 出现这样子的念头 尤其呢 在这个医学院 各位 你们知道在医学院能够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吗 病人啊 病人还不至于啊 尸体啊 尤其那段时间呢 在印度的医学大学 医学 印度的医学大学啊 遗体呢 是特别多的 因为据说呢 印度呢 是比较穷的国家 加上路边呢 我们去的时候啊 随时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些乞丐啊 就是过世在那里啊 是没有人处理的 所以呢 都会送到呢 这个医学院呢 来解脱 来研究 就送给呢 这个医学院 记得呢 第一天呢 我到这个医学大学的时候啊 这个停尸房啊 结果看到整个房间啊 堆了了又满又冰的尸体 每个墙壁 每个空间啊 全部都是尸体啊 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今天上来全部啊 这整个地方啊 全部都是尸体 哇 我们讲啊 真的呢 是很震撼了 所以说真的啊 就像佛所讲的 人的身体啊 真的呢 只是一个臭皮囊而已啊 是不是 人过世过后啊 身体呢 真的像一个呢 很臭的袋子啊 包住里面的器官而已 而且呢 我研究这些遗体的时候啊 基本上你第一眼看过去啊 你连他是男是女 你都分不清楚的 各位你们看看这些尸体 请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说真的啊 是看不清楚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遗体呢 切来研究啊 从头呢 研究到啊 这个脚趾头 从里面啊 还研究到呢 外面 什么器官啊 全部都挖出来了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记得呢 我考试的时候呢 我是拿到一个心脏啊 跟一个左脚啊 来考试的 所以呢 记得呢 有一次呢 外出注念的时候 我曾经呢 被人家问过说呢 哎呀 师父啊 你会不会怕呢 看到这些尸体 哇 我心里就想说呢 我连人的器官都挖过了 我还怕尸体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几乎呢 是365天啊 天天呢 都在解剖式研究的 所以最后呢 那些尸体啊 可以说呢 都被一片一片啊 割下来了 什么都没有剩 真的像这个成语所想的啊 这个面目全非啊 粉身啊 碎骨啊 看多了 其实呢 真的能够体会到啊 佛所讲的 人生是苦 人生是空 是无常 是无我的 是啊 各位 人生到最后啊 真的什么都没有剩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人生的意义啊 究竟呢 是在哪里呢 所以呢 本来呢 一开始学佛呢 是为了世间的福报比较多 但是呢 过后呢 开始呢 慢慢的了解到 其实呢 佛法呢 并不是单单讲这一世而已 因为呢 世间再好的东西啊 也迟早呢 是保不住的 是不是 各位 请问你能够把握住啊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吗 不要讲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我们连我们的身体呢 都保不住啊 是不是 如果我们身体能够捉得住的话 我们就不会生病了 所以呢 就开始想到说呢 是生生世世的解脱 不难呢 停留在这一世而已 不过那段时期呢 因为呢 是刚接触到佛法 头脑呢 是喜欢东看西看的 所以造就说呢 就算那时候有念佛啊 也不是很上心 总觉得说呢 自己什么法门的都可以学就对了 人往往昏头自大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 直到呢 有一次呢 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啊 我生病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以为说呢 只是普通的这种呢 上风啊 感冒 所以呢 就没有多家的理会 就以为说呢 吃药呢 休息呢 就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啊 那时候呢 我一睡啊 就连续睡个三天 情况啊 非常的糟 到了第四天呢 上学啊 上课的时候 那些大学教授啊 就看到我呢 走路呢 摇摇晃晃的 所以呢 就要我呢 去这个呢 医院呢 去检查 医生当时看到都吓了一跳 因为当时血压是非常低的 也不知道呢 我发生什么事情 还问我说呢 我当时啊 是怎么能够走来这个医院的 因为呢 再慢一点的话呢 可能呢 直接去修课啊 进入呢 急救室了 确实那个时候呢 是非常的痛苦 几乎呢 都感到呢 自己要晕倒了 这医生呢 赶快呢 给我办理啦 这个呢 住院 打点低压 打成吃药的 整个人呢 就是浑浑沉沉的 倒在这个病床上 那一晚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人生呢 从来都没有这么痛苦过 感觉我的意思啊 都快要没有了 更没有想到 这时候呢 我突然看到自己一生的回忆 好像电影一样 一幕一幕呢 这样就飞出来了 各位 请问这个是什么事情 人生跑马灯啊 请问什么时候 你会看到人生跑马灯 哦 快要死的时候 我那时候想啊 我才20岁啊 我难道我就要死了 而且那个时候呢 可能是在一个医院 还是印度的医院 所以呢 这个阴影器啊 可以说呢 特别的重 所以呢 这时候啊 突然看到好像冤魂的东西啊 一直在我面前啊 飘来飘去的 就是没有脚啊 那种白白的 一直飘 一直转 那是我一辈子啊 都没有遇到的事情啊 我心里就想的真的糟糕了 那既然呢 有学佛呢 就要用佛法啦 是啊 各位是不是 难道说我今天看到鬼 我去叫医生啊 医生啊 来帮我做鬼啊 那不可能的嘛 所以呢 只能靠呢 这个佛法啦 但呢 就像刚才所讲的 那时候其实有东看西看 所以呢 爱看那些呢 所谓开悟的寄语 哇 什么讲得很好听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哇 讲到多好听啊 所以遇到洞境界呢 赶快念寄语 但奇怪呢 念了寄语 还是没有效 不是本来无一物吗 怎么不能本来无一物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真是口头禅 就嘴巴讲讲而已 现在感觉啊 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真的帮不上忙的 所以呢 灵机一动 可以怎么样 哦 竟然那些没有效就想到说了 还是我看过的南无阿弥陀佛 还真的没有想到 一句佛号一念出来啊 整个乱七八糟的境界呢 当下就消失了 刚才所谓的记忆淘马灯呢 马上就碎掉了 那些鬼怪呢 也不敢再靠近我了 那个时候啊 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呢 佛号的力量呢 是这么大的 平常呢 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还真的能够救命啊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呢 一直念着佛号 后来所有的境界啊 全部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呢 一个护士呢 就走进来 我问他说呢 几点了 原来呢 已经凌晨四点了 天亮了 要吃药了 那我竟然呢 是一夜呢 都没有睡 不过呢 过后呢 病呢 也就好了 到了第二天呢 身体也恢复到七七八八 过后就顺利出院了 就没事了 那经历过呢 这次的事情以后啊 也开始呢 认真呢 去找南无阿弥陀佛呢 是什么 怎么这么好的 也因为呢 发现到呢 其实呢 这个佛书啊 读得再多也好 道理呢 懂得呢 再多也好 这临死之忌的时候啊 其实呢 真的帮不上忙的 不是说呢 那些佛法不好 而是其他佛法的条件呢 太高了 他不是说呢 我们一般人啊 这个时代的普通众生啊 能够做得到的 各位是不是 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们要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离家出走 出家苦行苦修 请问谁可以做得到 要知道释迦摩尼佛之前呢 是一个国王的王子啊 准备继承王位的 荣华富贵呢 是想不完的 听说呢 那时候国王呢 还给他建了三个王宫 一个呢 是冬天住的 不会冷的 一个是夏天住的 不会热的 还有一个是普通天住啊 非常温暖的 各位 这不是夸张的 一般人有三间房子啊 就已经很难得啊 他有三间王宫啊 但是呢 为了佛法 他还舍弃了这一切 去出家修行 我们一般人啊 不要讲呢 什么荣华富贵啊 就不能出家 没有荣华富贵的人也是很难出家的 是不是各位 要不然我们试试看啊 请问现在在场的哪一位 可以比得上释迦摩尼佛身为王太子的富贵 请问谁有三间王宫呢 举手看看 你看哦 没有三间王宫的 OK 请问呢 谁要出家的 你看 还是没有哦 所以呢 其他法门都很难哦 不管你富贵也好 不富贵也好啊 都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真的 还是念佛好 本来以为说呢 念佛呢 是给那些 不认识的老太婆念的 但没有想到呢 最后呢 还是被念佛就义吧 所以呢 虽然那个时候呢 读书呢 很忙 因为在医学院读书啊 书非常多哦 几乎一天呢 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而已 但是再忙也好啊 还是呢 有念佛 还是要看书 去找呢 南无阿弥陀佛的意义 最后呢 找到上有大师 找到了这个净土宗 陆陆续续的学习啊 才发现说 净土宗的法脉啊 传承呢 就是这样 原来呢 这位普通的南无阿弥陀佛啊 竟然呢 是这么了不起的 哇 想到说呢 自己太幸运了 终于找到呢 这个解脱的答案 这样不止呢 保证了自己解脱啊 而且呢 身旁的人啊 通通都可以做得到 那这么好的事情啊 既然自己得到了 就不能呢 只有自己知道而已 不见话讲的 厚康道朽博 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了 就是好东西啊 跟好朋友分享就对了 尤其那个时候呢 一路学佛啊 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呢 都很难遇到 勸念佛的这个法师初家众 加上呢 在医学业一段时间呢 就觉得说 医生呢 虽然说可以很伟大 可以治病 但是治病啊 跟这个致命啊 是不同的 尤其我们讲呢 生命当中的苦闷 生死轮回的苦 那可不是一般的医生呢 能够解决的 其实如果说世间的东西能够化解呢 这个众生的苦的话 释迦牟尼佛造就不用出家了 所以那个时候啊 出家的念头呢 又在洞了 这种种的原因呢 其实呢 就让我那时候啊 决定了 要放弃呢 这个医学系 很多人呢 那时候呢 都不懂 基本上身旁的人呢 都没有支持的 因为那时候呢 这个是全额的讲学经嘛 而且呢 如果说呢 读完以后啊 工作呢 也有保证啊 一生安稳啊 可以说呢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这是很多人呢 梦寐以求的 但是呢 我要选择呢 另外一条路 要走上这个出家路 所以那时候呢 真的引起家庭革命了 而且呢 就算那个时候呢 要出家 那接下来怎么做啊 也是不清楚的 下一步在哪里啊 其实根本呢 都不知道 只是呢 有一个呢 比较傻的信念啊 就像古人讲的 就是这里所写的 就是诞行好事啊 莫问虔诚 就是呢 其实只要对的事情的话 就去做 不用担心呢 这个未来的 因为对的事情 未来呢 肯定是有阿弥陀佛加持的 只是没有想到呢 又是峰回路转啊 本来以为说呢 放弃这个医学院呢 就没有后路了 结果呢 法律学院的因缘呢 又在早上门 那个时候呢 一个佛友呢 知道我的情况 经过引荐 所以我就读了这个法律学院 以做律师呢 为这个目标 而且呢 还是一样啊 就得到呢 这个全额的奖学金 当时校方呢 看到我这成绩单啊 什么都没有说呢 马上就给奖学金了 不过那时候呢 是读英国的法律啦 刚好呢 那个地方呢 是靠近呢 一间呢 这个佛门的道场 可以一边读书呢 一边靠近呢 这个佛门 所以我就想说 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 阿弥陀佛的安排吧 可以进进佛门的同时呢 又可以学习啊 所以我就接受了 还真的啊 那时候呢 因为呢 读法律的这个地方 正好呢 是让我可以接触到啊 净土中的师父啊 慧敬上人的缘分 也是后来我的剃度师父啦 只不过呢 那时候走了两个领域 医学跟法律呢 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的 那一个是科学 一个是文学啊 两个都不同的 走过两个地方以后啊 终究还是觉得说呢 出家呢 最好 因为真的觉得说呢 不管世界哪个行业啊 终究呢 只是解决呢 暂时的问题而已 真正呢 要得到大恩的啊 还是呢 需要靠这个佛法 而且呢 真正呢 要深入法门啊 不出家真的做不到的 尤其我读的这两个科系啊 都是非常多书 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呢 去研究 最后啊 只剩下一部分的时间而已 那哪里呢 还会有心力呢 再深入佛法呢 所以每次呢 人家问到说 学佛呢 在家也可以啊 为什么还要出家 确实呢 在家出家呢 都可以学佛 只是说呢 如果说呢 专注在法门上面啊 出家呢 会更加理想 这是深度跟广度的不一样 只是说呢 那时候音乐还没有到了 不过呢 有一句话讲啊 人有善愿 怎么样 各位 天必从之啊 就是说真的好的愿望啊 阿弥陀佛呢 都会加持的 因为呢 过了不久呢 就遇到啊 师父啊 要来马来西亚呢 弘法的讯息了 那个时候 虽然说呢 有这个心愿呢 要出家 但是呢 我只是去呢 参加法会而已 并不需要跟师父说什么的 实际上 请敬呢 敬土东的师父 希望听听师父的开示 就很单纯的目标 其实之前呢 我也没有跟师父见过面 然后也没有联系过 师父当然也不认识我 只是没有想到 记得那个时候呢 师父呢 第一次呢 见到我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 哎呀 你这么年轻喔 就接触到敬土中 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时候 应该站出来呢 为法门呢 做一些事情啦 如果你这么年轻 能够出家弘法的话 是最好的 哇 说真的 那个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话呢 是又惊又喜啦 哦 喜的是说呢 搞不好缘分到了 但惊讶的是呢 那哪有人呢 一开始呢 一见面呢 第一句话就这么直接的啊 是不是各位 你见面第一句话就跟人家讲 叫人家出家 哪里有人这样子的 我那时候呢 被师父这么疑问 突然想到说呢 我也是呢 提早准备好了 因为呢 为了出家路啊 我也早就过简单的生活 也没有什么娱乐节目 也没有交呢 所谓的男女朋友 因为知道说要出家 就不能碰这个缘分的 碰的话呢 出家路呢 肯定就断了 同学也知道说 这夫妻的生活呢 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是不是各位 知道佛门的夫妻是叫什么嘛 叫同修 有没有听过 夫妻叫同修嘛 你们知道同修是什么意思嘛 同修是互相修理啊 不是一起修行啊 是啊 哪个夫妻呢 不吵架的啊 各位 你们结婚这么久的 完全不吵架呢 你举手看看 你敢举的鬼也才相信你啊 如果说呢 有这个孩子 如果再有孩子的话 几十年的光阴呢 全部都肯定就不见了 所以要出家的话呢 就不能碰这样子的事情 加上呢 真的念佛呢 会让我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开心 真是值得一辈子投入的事情 记得呢 师父又说 世间不缺医师 也不缺律师 就缺一个呢 我们净土中的法师啦 哇 你看我们师父呢 真幽默 师父还说 你等到几十年后退休啊 再来出家呢 就太慢了 如果现在有姻缘的话呢 可以考虑过来了 是啊 有些人呢 是要等到退休以后呢 才想出家的事情 哇 那时候听到这句话呢 就在想 都要退了 才来佛门出家 哇 那是要进步呢 还是要来退步呢 那时候头脑呢 我们就很会算啊 想到说 既然南无阿弥陀佛这么好 应该把人生最精华的阶段 全部投入呢 才对 哪有等到老的时候才来投入呢 不合逻辑啊 不过呢 终究还是在讲缘分啊 缘分成熟的时候 自然一些顺其自然 那最后呢 师父呢 要离开这个机场的时候 他把手上的念佛诸呢 就叫给我 就跟我说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所以那时候听到 哇 当下呢 就想跟师父呢 在机场呢 跪下来 不过虽然是这么说 但接来什么做也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呢 差不多呢 是十年前了 那时候呢 净土中呢 在我们本地啊 新加坡 马来西亚呢 是还没有到场的 这些你们看到的道场 都是我出家以后啊 或回来创建的 那时候呢 基本上就还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确实呢 是不知道 那也不管啊 就先走一步看一步 隔天呢 法会结束呢 我就回到家里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是刚刚考完啊 这个法律系的这个预考 那时候呢 收到的英国的大学教授 发过来成绩单 他写着啊 first class owner 啊 就是说呢 法律的时候呢 是考到一等容易的成绩了 接下来大考呢 如果这样考呢 应该就没问题了 但是呢 还是想到说 出家真的是百千万千难遭遇的 错了 还会有机会吗 既然呢 都已经念佛了 这一生呢 就是呢 在说破世界的最后一生 最后一生呢 肯定呢 是要过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而且说起来奇怪 回到家里的时候 那时候啊 我家里啊 竟然呢 一个人都不在 哇 突然内心的一个声音告诉我 时间到了 各位什么时间到了 一时间的姻缘 没有抓住呢 就会消失了 所以那时候很好笑啊 想听到时间到了 就偷偷呢 拿我哥哥的信用卡 上网呢 买飞机票 飞去台湾的飞机票 现在那个时候呢 是早上的十点多 飞机呢 是下午呢 三点 哇 行啊 来得及啊 直接呢 买飞机票 去机场就行了 所以呢 那时候呢 什么都没有带 就一个背包 一个衣服 一本净土宗的书 就直接呢 冲到机场 跟任何人也没有说 因为也知道说不了的 没有人呢 是会懂的 也许那个时候呢 学历比较高一点点 那谁会赞成呢 但是呢 只要确定是对的事情就行了 别人懂不懂的都没有关系 自己懂 阿弥陀佛懂 师父懂的就好 就这样离开了 直接到机场 坐飞机 飞到台湾 其实那个时候 连师父都不知道 是怎么做的 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想到说 总是要踏出第一步嘛 第一步都没有踏出了 怎么会有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呢 那也非常感恩阿弥陀佛的驾驶 就算我临时这样子坐飞机出发 还真的顺利到台湾 只不过 到了台湾才发现糟糕了 因为我对台湾根本不熟 我根本没有去过台湾啊 台湾净土宗的道场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哇 那怎么办 刚好背包里面有一本净土宗的书 里面有地址 所以我就拿这书后面的地址 去找这个计程车 跟他说我要到这个地方 其实那个时候身上根本是没有钱的 那个时候我是拿100块马币 我就出门了 所以现在回想起 真的大胆 各位 没钱还敢出国 那100块马币 我不知道坐计程车够不够的 那不管 先坐了再说了 因为路途很遥远 因为机场都是在郊外 很遥远的 就那个时候我是一边坐车 一边看这个计程车 这个价格表 他表在跳 我心脏也跟着跳 就担心说那钱不够啊 但是阿弥陀佛家实在是一切好好的 钱就是刚刚好足够的抵达道场 但是那时候身上的钱也用完了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将近半夜了 半夜道场还有没有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时候师父还在外国洪法都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真的没有人的话怎么办 可能就要去24个小时的711去睡好了 因为都没有钱的嘛 但一切还是这么顺利 按门铃的时候 道场还有其他法师还在 原来慧敬师父之前有来电交代说 搞不好真的有一个外国的年轻人会偷跑过来 所以安排接待一下 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安排 那没有过多久师父回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正式提度了 当天就是今天的佛誕节育佛节了 就是这么巧 记得那天师父有跟我说 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生 那2000多年以后你来出家 那本来生命是无悔无常的 但现在为了阿弥陀佛为了众生 归入佛们亲近的生活 这是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新生命的开始 尤其遇到净土宗念佛法门 那应该是自尽教人信 让更多人知道念佛的殊胜 也因为这样 我当时成为净土宗教团 最年轻的出家弟子 那之后过后一年 我也欠了我暑家的哥哥也出家 哥哥是比我早学佛 引导我学佛 而我比较早出家 引导他出家 那时候他也成为最年轻的出家弟子之一 因为当时他也才二十多岁 家里的两个儿子都出家了 第一次我出家 或许父母比较难接受 但是第二个儿子在出的时候 其实就习惯了 所以真的一次生两次熟 总是要有人先当先锋队 目前哥哥敬仙法师 其实是担任我们阿罗斯塔金祖宗分会的当家 那家里的老菩萨 也常常到道场发心护持念佛 所以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一开始出家的时候 本地其实还没有净土宗的道场 所以一开始出家 回到这里也是不容易 因为没有本门道场 没有道场的话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到处去挂单 又没有地方住 所以到处询问 马来西亚的佛教寺院道场 可不可以让我挂单 逗留一聊天来处理事情 那个时候我在整个马来西亚 不知道去了多少的寺院跟佛教会住了 从南部一节一节挂单到北部 东马也是从最尾搬到最上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遇到 没有地方住的情况 有时候甚至还需要休息在 这个长途巴士里面过夜 附近没有素食店的时候 要饿肚子的 那是早年一开始比较辛苦的阶段 因为一开始 成立道场的议员都还没有成熟 所以有人曾经问说 你当初这么辛苦会不会后悔呢 其实是不会的 记得那个时候就很单纯 就跟我自己说 就算饿死我也心甘情愿 因为有阿弥陀佛就好了 不过还是有心愿说 如果说本地有本门的道场 可以让大众共修念佛学习法义 也可以让有心在净土中 走上出家路的大众 有个地方可以安心安住 那就更好了 不然像我一开始这么辛苦 好像也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小小的心愿 那也真的 古大德说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有信念自然就有因缘 过后就真的出现成立净土中 本门道场的因缘 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新山 新山 柔佛新山 因为靠近这个新加坡 过后新加坡的联友大众 文法也邀请 所以过后呢 新加坡因缘成熟 也成立了这个道场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米妥市 过后呢 又吉隆坡这里 又亚老师的 又霹雳州 又各地各地各有分会了 有些是道场成立的分会 有些是有些大众 就是提醒我呢 来接下来成为净土中道场的 后来陆陆续续呢 就有这样子的缘分 从以前呢 马来西亚新加坡呢 没有本门道场可以挂单 反而现在呢 各地都有了 两地的大众 终于可以在净土中道场 念佛共修了 所以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空中飞人的 因为呢 以前的时候 我是星期一 可能在北部的分会去讲 星期三呢 就在吉隆坡带 星期四呢 又飞到新三代 五六日呢 又飞到新加坡带 有时候空档的时候 一直接到呢 外面佛教道场的邀请去弘法 当时候是有因缘 有时间有能力 就去跟大众 介绍南麻弥陀佛 介绍净土中 就这样呢 下来啊 前前后后啊 连续呢 大大小小的场啊 几乎都讲了几千场了 直到呢 这个2019年 这个年尾 没有想到呢 发生了全世界的大事 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哦 你们都也知道哈 不可能不知道的啦 到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疫情 记得那个时候呢 2019年的年尾啊 我最后一站呢 是在吉隆坡的机场的下飞机 结果一下呢 就被封国了 不能飞了 就刚好呢 在吉隆坡道场这里啊 就住到现在 那遇到疫情呢 不能开放 那怎么办 临时临机动 倒不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共同 全部放上网好了 只是没有想到呢 在网络呢 会有这么多人参加 从一开始呢 几十人参加 到几百人啊 到上千人 到上万人 各位是不是 你们大部分都是从网络 看到结缘的吧 对不对 是啊 我们的法宝啊 也从呢 寄到马来西亚各地啊 从现在呢 寄到全世界去 现在这个疫情过后呢 不只说线上网络呢 还有 那各地的道场啊 也是开始开放啊 服务呢 当地的大众了 除了说呢 吉隆坡这几个月呢 刚奉奉庄园的阿弥陀佛像 最近我们新山的分会啊 也是刚装修了 共上阿弥陀佛 上个星期呢 新山分会啊 也是举办呢 魏塞节的法会 很热闹的 也将近呢 有两百人呢 来参加 大家有看到哈 没有看到 过后再看就行了 也因为呢 这几年呢 有一直呢 在推动这个法门 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呢 有大众啊 就来到道场说 要走上出家路 接着呢 在这里学习啊 也顺利梯度了 所以真的啊 是念念不忘啊 必有回想 古人说 有一口气啊 就点一盏灯 有灯啊 自然呢 就会有人的 那现在呢 看到呢 大众能够信受念佛呢 是最开心的 也希望未来的大众呢 能够信受啊 更多的大众能够信受 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已经入门了 我们要共同努力 把法门带给更多的众生 把蒙尼佛呢 交代给我们后来众生的法门 各位还记得我讲四个出吗 记不记得 还是故意不记得 四个出是出什么 从最高的开始 就是出家 然后呢 出钱出力 然后是出息 就是不能出家的 当义工出钱出力也很好 不能出钱出力的 至少要出息念佛 那如果说呢 连出息都不行的话 那会怎么办 哦 你们讲出世咯 虽然呢 我们是凡夫啊 能力有限 但是我们讲 我们总是尽力而为嘛 做好了本分 剩下都是 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安排 那今天呢 是讲了很多 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佛誕节啊 刚好呢 是入了阿弥陀佛门的这个因缘 所以趁这个节日呢 就多说一点 主要呢 是让大家体会到 佛法当中 其实很多不可思议的 也能够体会到 念佛呢 确实能够带给我们的安心 它是一个呢 不一样的人生 是解脱的人生 所以今天魏赛节呢 我们举办呢 开释 念佛 遇佛 跟归依 主要呢 是感念呢 释迦摩尼佛呢 来到这个世间呢 给我们介绍 最难能可贵的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没有释迦摩尼佛的介绍啊 我们也不会知道 有这么慈悲的阿弥陀佛 没有这么慈悲的阿弥陀佛啊 我们也不能安心得度 所以今天来魏赛节啊 就是来感念呢 这个弥陀啊 佛陀救度之恩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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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